《施政報告》一提到出售新公屋,大家立即二輪紛紛,查證這個概念是怎樣的呢? 似乎不是人人都很明白 首先看看什麼人有資格,兩類人,一種是住在公屋的人 另一種就是過了最後那關,就來獲偏配公屋的人 就並不像坊間以為二十六萬輪後策上的人,個個都可以 有人就說,就來上到公屋的人,在新措施下,是否可以預期上到樓呢? 答案當然是,如果這個人想買新公屋的話,可以直接買,直接上樓 相反,如果你不想買,這些新公屋被現有公屋戶買了之後,本身的公屋單位就騰空了 這個人便可以上樓,住回這個騰空單位 新政策可以這樣說,比輪候人士多一個選擇 你選租又可以,買又可以 有人就問,那即是沒有加快輪候人士上樓呢? 其實這個政策是讓公屋加快流轉,針對那班人是想置業的公屋人士 但說真的,他們未必個個有足夠能力買居屋 這些新公屋就可以變成置業階梯的選擇了 當然,加快輪候拆人士上樓,施政報告是有提的 就是要加快興建公屋,1415年度至1819年度 就預計有77100個單位落成了 89歲的梁婆婆,住在王國100呎不夠的劏房 她不肯去排公屋,因為聽人說,輪候時間很久 但眼見租金由4年前的4200元,加到現在5300元 加幅一次,勁貴一次,她都說很迷藝 我就希望她不要加這麼多租 如果大月最加,我沒有辦法,我就要走 那怎麼辦呢? 建多些公屋,給了些人,就好一點 如果她說,說著又不起,又沒有給人 就沒有,她有這麼多錢 寫說有盈餘的錢,就多建多些 建多些就幫到些人,幫到些窮人 公屋制壁胡蘇先生都說,很想政府建多些公屋 讓他們一家大小,快點從小單位搬去大一點的單位 最重要的是,真的要不切解決這個房屋問題 就在我的立場好,其他人的立場好 都是有這個需要的,迫切的,是吧? 其他事情不解決,所以房屋一定要解決 我都說,愚蠢才樂意 你睡就睡得不好,你怎麼有真誠去工作呢? 至於施政報告中提出,要達至未來十年 平均每年興建二萬個公屋目標 關鍵是地區人士要支持 蘇先生也希望議員麻煩幫幫忙 作為香港政治籌碼,反對這些,是吧? 你明白,他們有大屋子,有空,有那樣 我們連最低的要求都解決不了 他當然是反對的,是吧? 你試一下他好像我這樣,我看他不會反對 我看他會不會反對的,是吧? 感谢观看